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神 這部影片呢 要來跟大家聊聊 最新的紅武迪比斯的相關系列武器 究竟值不值得入手 針對到不同的職業 我想都有不同的這個數據表現 我這邊請了我的朋友 不同的職業 稍微的去測試一下 迪比斯武器跟他們原本拿到 紅武的之間的差距有多少 那當然法師的部分 我自己就經過實測了 那其他的職業自己就真的沒辦法測試 就還要麻煩請盟友幫忙 可以看得出來其實大部分的迪比斯價格 都比原本的紅武價格再貴個1.5到2倍 對應的話 台灣最高的就會是 墮落者長弓跟迪比斯歐西里斯之弓 這兩者之間的差距 其實目前看起來 迪比斯歐西里斯之弓好像真的蠻香的 讓我們來看一下數據 這個真的是要特別感謝我的這個妖精盟友 這是一個80級的盟友 那他自己本身呢 是使用了加七墮落者長弓 跟迪比斯弓一起來做一個比較 我們可以發現到火人窟呢 是表現是沒有太大的變化的 是0 但是在鳳凰窟上層的時候呢 是迪比斯是勝利的 那當然來到的是象牙塔五樓 迪比斯這邊也是勝利的 那鳳凰窟最上層呢 其實是差異來到了10%的一個百分比差距 那當然這些練功經典都是依據我盟友 他是相關該機體 他自己去做的一些測試 譬如說他80級年 他大概會在哪個地方練功 他就是在那幾個地方去做測試 給大家當作是一個參考 當然我這位猛猛他運氣非常的好 他又點到加九墮落者長弓 那加九墮落者長弓 在做一些點位上面的表現 我們會發現他其實還是會比加七低比斯弓 在鳳凰窟上層的表現來的更優異一點點 但是來到了象牙塔五樓 他反而還會輸給了加七低比斯弓 這點就是蠻特別的一個地方了 所以看得出來其實低比斯弓 如果你沒有一個加九的話 大家還是多少可以去參考入手 低比斯弓的 多弓差不多是可以換的 來到了是槍手 這位盟友他的槍手大概就是80級 跟81級這個區間在做測試 分別是兩把 壓制機關砲還有低比斯機關砲 在各方面你會發現其實壓制機關砲 其實他在令工上來講 都是屬給低比斯機關砲的 不論是在奧曼3還是奧曼4 奧曼4的經驗差距 其實百分比是拉到快20% 19.4% 那象牙塔六樓呢 就是沒有明顯的差距了 但是如果說是配合上磁武 我們來看一下 低比斯機關砲跟磁武之間的差異 當然他自己本身有磁武 他還願意幫我測試 真的特別的感謝 那這個加七的這個火焰機關砲呢 磁武他算是各方面數據都完全完勝 低比斯機關砲 也就是說我覺得其實槍手 如果你自己本身離磁武 可能還有一點距離 那真的可以考慮入手一下 低比斯機關砲 因為鴻武大部分都可以用 蠻長一段時間的 那因為鴻武 我覺得到磁武中間的那個門檻會比較高 當然了如果一氣很好 你能夠拼拼看一趴的傳說武器製作箱 頻道的話就可以無同升級 但是大部分的人入手的管道真的不是那麼的多 所以我覺得低比斯機關砲 真的是挺有意的 再來到的是騎士 這是一個巴士級的騎士 要找這位騎士們 我真的找了很久時間 不知道為什麼 很多門裡面的騎士 就直接轉戰式或黑遙了 或是你可玩修羅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我不是玩拆刀的 當然大家有知道的話可以告訴我 騎士有變那麼爛嗎 來我們來看一下 加七黑色王的雙手鍵 跟加七迪比斯雙手鍵 兩者之間的差距 其實在奧曼三樓跟奧曼四樓 都會是迪比斯比較優異 奧曼三樓和迪比斯這邊還是 就是27.87% 就是真的是蠻大幅度的一個提升 那空虛二樓王房這邊的經驗值表現 反倒是黑色王連會比較有一點點 不會也就只有一點點而已 差距並不大 那當然啦 這個惡魔王雙手 我覺得考慮就 就是當中是一個參考 畢竟是一個PVP的武器 所以由之可見 如果心有餘力的話 其實上到迪比斯加七 也是一個選擇 再針對到奧曼練功以上這一塊的話 幫助是蠻大 當然你的集中練功地點是四樓 而不是三樓的話 那可能就不太需要花這個額外的預算 去升級加七黑色王連雙手鍵 好 來看到戰士 戰士就特別的有趣囉 就是我們會發現說 就是戰士其實它使用 加七強盜符的表現 都比加七迪比斯福還要來得高 也就是說戰士其實不太需要特別的去 額外花鑽石入手迪比斯福 那不論是奧曼八樓奧曼七樓 都沒有明顯的差距 那當然來到了海鷹二樓 你會發現好像強盜符還稍微強一點點 那我覺得零點零零二樓 這個其實是可能有點誤差者 可能旁邊有人沒比我的猜測 但你也會發現 迪比斯真的也沒有比 加強盜符來得猛多少 這是我來自82期盟友的一個數據測試 那當然它自己本身呢 有一個加把的沉默之福 是一個職務 那職務真的還是在各方面 都是大幅領先迪比斯福的 那所以說加七符就夠了 不太需要用迪比斯 不過有支符的話 那就好棒棒 這位黑鴻的盟友 他是82期 相關的數據都在右邊 那他自己本身是用一個 火勢的屬性 鑲在了暗黑鋼爪跟迪比斯雙刀上面 這兩者之間的一個差距 還是迪比斯雙刀稍微優異一點點 包含到說在拉動 以及在傲慢 都會是多個2%的百分比 這2%我個人認為真的 沒有打到一個一定要入手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跟妖精的這個10%比 感覺好像是有點差距 那當然啦 不幸剛爪在1瓦2樓跟奧曼6樓的表現 確實都會比迪比斯雙刀優異的喔 所以目前看起來 在有幾個有子午的一些角色身上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子午目前還是完全大於迪比斯 迪比斯也沒有說是一個小子午的感覺 中間的差距還是蠻大的 那修羅呢 目前的測試是我一個81級的盟友 他拿了酷寒泰刀跟佳琪迪比斯刀 分別來做測試 那不知道為什麼迪比斯泰刀在各方面的數據 都是完全輸給酷寒泰刀的 也就是說修羅 可以考慮不申請依據我這些盟友們 來做一個測試 那這邊真的是要特別感謝 就是我很多盟友們 願意我幫忙 我這支影片的製作來做一個測試 那我們就講一個結論好的 結論呢 就是目前看起來 妖精、槍手、騎士及黑妖 都是值得入手迪比斯系列的紅武 那戰士以及修羅 就不太需要了 拿來做收藏我覺得就夠了 好以上就是這一次 迪比斯系列武器的一個分享 那當然啦 這是全職業的分享 沒有做王族 我想王族應該也沒有這個職業了 所以以上六位職業的分享 希望對於一些玩家們、朋友們 對於入手迪比斯有疑慮的話呢 可以來當作是一個參考囉 謝謝大家收看我是阿聖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 各位掰掰 就想往前看 我們下個字幕已經是新鮮了 我看見你了